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星际流量者 星际扛霸子 关于星际无所不知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的号称星座小王子的星座小王子 没错 他的名字就是星座小王子 第一集话题 哪几种人最会出卖人 这一请的嘉宾就非常贴切了 他就是以出卖人来养活一家人的胡乐乐大师沈玉林 另外还有十二星座代表团 其实这个话题呢 大家还是比较需要了解的 咱们在生活中难以启齿的小秘密 究竟是被谁传播开来发扬光大 人尽截止的呢 五千个网友的投票结果是 第一名双子座 第二名射手 第三名金牛 恐怕大家被这三个星座出卖的最多 为了验证这个结论 节目组还做了一个非常瞎的科学实验 他们找到了十二星座的小朋友 告诉他们一个小秘密 看谁最后能说出去 最终的结果是很多小朋友死守秘密 但射手座和金牛座毫不犹豫的说了出去 看来这两个星座的小朋友是不怎么会保守秘密的 沈玉林大师给出的最后结论是 那么这时候咱们的断案小王子上线了 在浩瀚无银的星际中 在无数存在的智慧生物里 究竟有哪几个星座的人最会出卖朋友 第三名白羊座 就是小孩子 IQEQ双低 心直口快 总是一不小心就把秘密说出去 第二名射手座 一根筋 不会想太多 搜一下就射出去了 第一名双子座 嘴巴动物 有什么就说什么 不喜欢听别人的秘密了 但只要一听到就一定要说出去 这个分析还是蛮有理有据的 牛叔叔就有白羊座的朋友 还真是心直口快 保守秘密不存在的 所以终于破案了 大家想知道被谁出卖过 赶紧去下载占星APP 了解更多星座真面目吧 第二集的话题也非常劲爆 究竟是哪个星座的人最小气 这时候大家心里浮现出什么星座呢 咱们等会儿几小答案 本集这个嘉宾就厉害了 她是号称无敌美少女 根本不认识的 超级厉害单子情 她为了省钱 曾经做过最扯的一件事是 喝厨师机里的水 66666 宝岛的水有这么贵吗 这绝对是把生活当成荒野求生了 佩服佩服 十二星座代表团开始发言 狮子女开始吐槽 我曾经有一个前男友处女座 非常的抠门 我吃薯片还剩一点渣渣 处女男都不肯放过必须吃掉 另一个白羊女开始吐槽了 她的前男友是双鱼座 真的超级抠 约会只是肯德基 麦当劳之类的便宜货 抠到爆炸 哎呀 牛叔叔就是双鱼座 你这么说我 我就不开心了 星座小王子赶紧给我平凡 张鱼座不靠门 但是问题为什么 他对你们靠 重点就是一个原因 他不敢爱你 白羊女受到一万点伤害 怕了吧 谁说双鱼座抠门的 我对嘴不怎么好使的 星座大师直接录转粉 其实这很符合牛叔的心理 我不爱你 为啥给你花钱呢 我爱你 全世界都是你的 接下来节目组又开始了 非常瞎的科学实验 他们在大马路上 准备了一个城市商店 过路人买东西 自觉给钱 最终的调查结果是 金牛座买了十个都给钱了 不过非得多拿一个 美其名曰买十重仪 真地很会算交 处女座直接拿走了 根本就没给钱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我理解不了啊 魔戒座呢 本来卖五十的东西 他只给二十 这都是控制不了 自己心中恶魔的星座 其他星座表现的还好 都给钱了 狮子座呢 直接忽视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不理解 就是这么产生的 有些星座就是会给钱 有些星座就是不给钱 他们两边各有立场 没有对错 但是互相理解不了 这样的话 做朋友就很难受了 三观不合 难免贪崩 这时候断岸小王子 给出结论了 究竟是哪几个星座 最小气嘞 第三名是处女座 性格是非常重视小东西 资猪必较 就爱在细节上下功夫 第二名巨蟹座 性格是贪小便宜 大得不贪就爱贪小的 第一名金牛座 出名的财迷 即使牛叔叔不怎么研究星座 但是对金牛座还是略有耳闻 他们的眼里只有money 人生中钱最重要 能赚一笔是一笔 好 本集的案子已经破完了 大家以后要对身边 抠门的人注意了 他们不是想抠 而是天性使然 大家多一些理解吧 理解不了就不要做朋友 省得互相折磨 互相看不上眼 撕逼干架啥的 另外 双鱼座真的不抠 这两集节目看完 其实牛叔叔蛮震惊的 星座这个东西有点玄妙啊 另外最重要的感悟 就是人和人真理不一样 才是那句话 没有对错天性使然 我们选择朋友的时候 找跟自己三观一致的 很重要 make more tim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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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